小金刚 师兄,小金刚最该感谢的一对父子,成为他战上能用的王牌师兄动漫中,小金刚是靠着吞噬一路成长起来。 在之前的进阶中,小金刚只是为了在这混乱的世界中生存下去,而真正让他萌生野心是在吞噬了一对父子之后,他意识到了存在世间的意义,并不是做一个毫无目的的亲道夫,而是凭借自己的能力,去争取更多的权益。 白小飞的同学狗不同,利用雄厚的资金,幻养了一批生物学博士,以满足自己强大的虚荣心,而在其中有一位科研者显得格外突出,他在师兄的基础上改良出了变异师王。 这类型的师兄,能够摆脱龙幼的控制,获得自己的独立思维,并且在博士儿子的身上获得成功。 这位博士的生物基因,学水瓶,当属于人类的顶尖水准,而变异师王的也拥有了寻常师兄,所不自备的隐身,以及控制老电波的能力。 白小飞将狗不同的基地毁掉之后,这位生物学博士,李玛带着自己的儿子另寻出路,却在半路上遭到了小金刚的阻截。 小金刚自然不会放过这千打难寻的机会,并且以他的实力能够轻松将这对父子拿下。 在吞噬之后,小金刚才能够制造出迷你小金刚之类的存在,并且他也正是凭借着隐身的能力,才能够顺利进入到地狱之门。 迎来一段新的间接之旅,龙幼的大意导致了他的实力,在底牌全出的小金刚面前毫无失望的尊严。 不知道他是否还藏有牙箱里的绝招,蜜,风翻盘,喜欢吃凶动骂的伙伴们,对小金刚的成长有何看法?欢迎留言。